第二试题有关物质三态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A固态的物质体积固定但形状会随容器的改变而改变 我们固体的体积是固定是对的 可是它的形状也会固定 所以形状不会随容器的改变而改变 叙述A是错的 B液态物质的体积形状都会随容器的改变而改变 这个是错的 我们的液体式形状不固定 但是体积固定 叙述B是错的 C气态物质的体积不固定 且在不同容器内形状会随容器而改变 这个叙述是对的 我们气态的物质体积不固定 形状也不固定 所以叙述C是对的 叙述诸 物质三态中无固定形状值 其体积具有可压缩性 这个是错的 没有固定形状的是我们的液体 跟我们的气体 而我们平常教课的时候是气体可有压缩性 但是液态没有可压缩性 所以叙述诸是错的 因此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有关物质三态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气态物质的体积不固定 且在不同容器内形状会随容器而改变 感谢您的致论